澎湖因观光业蓬勃发展 连带租任车辆需求量大增 专业的租车业者应运而起 澎湖一家租车业者却发现 明明机车行照在店内 却接到来自高雄交通法单 质疑台华轮托运未散尽检查之责 任意蒙混过关 造成租车业者的损失 租车业者也表示 4月7日一名来自嘉义的业姓陈珠人 向其陈珠一辆机车 并表明长期租任 所以未签截止陈珠日期 4月21日在澎湖203县道新店路口 被科技执法开单闯红灯法单 但6月4日却在高雄凤山区 报泰路与扶杨街口 再度因交通违规被告发 业者才惊绝机车被偷龙转凤 以往台湾 他都跟游车 没经过我们的同意 我行车也没可能给他 没可能给他什么 去台湾论谈评都坐过台湾 我们也不知道 是台湾的警察卡定位来说 796你们的游车 796你们的游车 说没错 他说什么人 我说没有人 因为有签证 我说这个人说要跟我买 结果我行车也没给他 他要怎么买过 结果是台湾轮去问 台湾轮也是去让人在台湾开 开黄团 我们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根据业者向台湾轮查证 发现业姓陈珠人5月4日 将机车托运台湾轮至台湾 但已规定 托运汽机车必须有行照证明 但明明租车业者就将行照保管在店中 不可能当成证明 质疑为何台华轮货运人员 能让没有行政证明的机车运至台湾 不仅造成业者财产损失 更因违规行为增停困扰 就是这两个人 我们还帮保住 做金 自动摆的损失 公司的损失 现在我们就先来 来够不够 拍手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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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我们还要给他 看我以过 以过的检察队 我们也要存在 我们也要存在信息 我们也要给他 你也要不保安 他也要不保安 我们准备 这两个人 要负责的顺度 不来保安 台湾轮就在保护 针对业者怨言 台华轮也表示 行照检验相当的严格 若未出示正本 也要有相关的 引本文件 才能放官通行 不可能有 蒙混过关的情形 未来彭湖轮 新轮替换 会检讨执行的流程 记者 陈荣誉报道